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2018台北市长选战已经开打,最近有民调指出,柯文哲以37%的支持度领先丁寿中。 前国民党立委蔡正元就认为,丁寿中不但议题无效果,媒体声量也没有强度,丁寿中像是在选市议员综合报道指出, 一份平面媒体做的台北市长选举民调显示,柯P支持度为37%,丁寿中29%,姚文志则是8%,有5成3选民看好柯文哲连任,只有1成4决的丁寿中有胜算。 据桑利报道,蔡正元对此表示,丁寿中身为挑战者,面对执政的柯P,却从未采取正确攻势,不止议题无效果,媒体声量也没强度, 像是在选市议员蔡正元也说,就算现在已经进入选战中后期,丁寿中仍拿不出特效药,抢回柯P口袋里的中间, 显蓝选票,甚至连未表态的游离票也拿不到。 蔡正元也将丁寿中与连胜文拿来比较,他认为丁寿中虽然局势比较有力,却没端出选战策略,加上丁的个性本来就闷,遇到问题危机处理也不佳,几乎稳输。